他有跟你透露說 看了黑色外套戴上口罩和弟弟快步走進住家 得知小孩被丈夫殺害 母親從花蓮馬上趕回台北 面對記者詢問不發抑郁 警察官也抵達現場看一小組仔細搜證 因為北投這處民宅 想有爆發父親拿刀砍殺三名子女 在此道至強的言論悲劇 原來夫妻和三名子女同住一起 年前一家五口還同進同出 沒想到父親居然趁著這回 太太到花蓮參加同軍活動 狠心殺害三名子女 屋內抬出大體 法醫研判三人至少死亡超過六小時 不排除父親在凌晨就痛下殺手 現場沒有發現藥物 但是否用藥迷婚小孩 還要等法官解剖遺體後才能釐清 母親從住家低調離去後 就前往醫院探視幸存的大女兒 警方透露兩人目前還沒有離婚 恐怕是雙方感情不睦 略有爭執才會埋下殺雞 亮澄這起言論悲劇 記者謝郡仲小雨傘SNG小組 台北報導